今天上個禮拜扯東扯西的 我沒有講到什麼機率統計 這個禮拜就真的開始上機率統計 那我們來直接看一下 今天我想先做一點簡介 先把整門課從頭到尾的主題 通通都介紹一遍 我們做了一份頭影片 稍微跟各位介紹一下機率統計 機率統計大致上你可以參考這個加工 我們會有個母體 母體其實通常是未知的 譬如說我今天要調查全台灣男生抽菸的比率 對不對 那這個母體你不太可能知道 全台灣男生抽菸到底有多少人 那我可能會從全台灣的男生裡面 隨機抽出一千人做反問 然後反問看看說 他到底是有幾個人抽菸 然後就認為說 那全台灣的男生抽菸比例就是這個比例 那這種就稱為統計 所以通常母體是未知的 可是可是這次剛剛講的是統計的事件 統計的事件是母體未知的 但是相反過來機率的事件 機率的事件母體是已知的 也說我先知道一個母體 有一個完美的分布 然後我再來產生一些樣本 那統計的事件是我不知道母體 但是我只能抽樣子 然後再來推測母體到底長什麼樣子 所以從母體我們會抽出樣本 樣本會統計出一些 利用迅速統計統計出一些統計量 那我再用這些統計量來推論母體的參數 有了母體的參數之後呢 然後我們知道說OK 那這個母體應該是什麼分布的話 那我就可以透過機率模型來描述母體 但是這樣描述會不會很準呢 不見得會很準 因為母體到底是怎麼樣 其實我們並不知道 但是我們有一些辦法 可以讓它越來越準 什麼辦法用數學 這就是為什麼要學機率統計的原因 所以經過這樣一個流程 其實你就做了一個統計的整個循環 那如果今天反過來 我是先知道母體 然後我透過母體的參數 去產生一堆樣本 直接用電腦模擬產生一堆樣本 這樣變機率 機率就是母體已知 然後我去產生樣本 那這種機率的母體 通常我們是假設它是一個 可以用函數描述的母體 可以用函數描述的母體 等現實事件的母體 通常不見得可以完整的用函數描述 那在這裡就有幾個不同的東西 要注意的 第一個是抽樣 我們從母體抽出一些樣本 叫抽樣 第二個是 當你有了樣本之後 你算出一些數字 這個叫做迅速統計 再來的話呢 是當你有了這些數字之後呢 你可以推論母體長什麼樣 這叫推論統計 好 那推論母體長什麼樣之後呢 加上你確定母體的某一些形狀之類的 那你就大概知道母體應該是什麼樣 這就是 小胎中心報道 地震 地震 請教 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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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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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應該是我們在模擬那個 逃生演練 你希望要跑 你希望要跑 地震的時候照一講不應該跑 地震的時候應該做什麼呢 再跑 大家都從台灣來吧 先跑FB 先跑FB 哈哈 炸地 又要炸地 地震了 原來現在地震應該先跑FB 哈哈 欸我記得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 他們有提醒說 如果地震的時候你要 最好在那個最大的柱子旁邊 因為他比較不容易被倒下來或折彎 那 那反正就是有阻擋的話就盡量阻擋 所以桌子底下可以 就把桌子推到柱子旁邊然後躲在底下 這是一個辦法 但是如果你地震還沒完之前先不要亂跑 地震還沒完亂跑被砸死的機會其實是蠻高的 那如果地震真的很嚴重我想也跑不出去了 那如果輕微的話你不用不用跑 因為輕微的話你隨便亂跑那個燈掉下來反而炸大火 還是很麻煩 것도休息 Mittel 現在地震燒歇了 火管22 ja 不過我一直有個疑問 他所謂的照規劃到底要我們去哪裡 我真的搞不清楚 從來都沒有人告訴我說 照規劃到底要規劃去哪裡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地震演練 都是練好玩的 任何老師請確實清點人數 不好意思,我們從來沒有清點過人數 那我們還是繼續上課 現在你就可以稍微推測一下 這個地震會在七級以上的機率有多大 推測出來 如果你有台灣的地震統計 應該是可以推測的出來 而且不對,我們這時候用台灣的不準 這時候應該要用基本的地震統計才做得到 而且你跟每一個縣市不一樣 還有關係 好,繼續繼續 繼續學機率好了 既然我們被地震 學校的這棟大樓被地震震垮的機率 我猜現在應該還不高了吧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機率 那到底什麼是機率 機率裡面有一些名詞 今天我們會把從頭到尾都介紹完裡面 所以各位最好是看一看 才會有點概念 後面我們講的東西就會越來越數學 講到數學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一頭不損 所以如果你沒有這個基礎概念的話 一下子就進到數學去 那很多人就會掛頂 那希望不要這樣 好,所以樣本空間 這個是我們機率裡面的一個 最基本最基本的東西 就是你整體是什麼 所有的可能的出現的元素是什麼 那就是樣本空間 所有可能出現的元素 任何有一點點可能都要算進來 完全沒有可能的就不用算 這種成為樣本空間 那再來樣本 就是從這個所有可能的 出現的東西裡面 隨便抽一個 這就是樣本 那某個樣本發生的機率 那就是這一種樣本到底它出現了 比例是多少 這就是它的機率 事件呢 就是一堆樣本 我們要用某個事件 代表說 比如說比核例 所有人裡面 男生 這是個事件 男生是個事件 女生是個事件 小孩是個事件 老人是個事件 有沒有重疊 有啊 男生的小孩 他是有重疊 某個事件發生的機率 既然有事件 那男生的比例 男生的比例 我們知道可能是在台灣的話 應該是百分之五十一左右 比女生高一點 所以男生的人數是比女生多一點 那聽說 聽說呢 烏克蘭和俄羅斯是倒過來的 他們男女比例是女生比較多 男生比較少 所以有些人都很想去烏克蘭留學 因為烏克蘭的女生都長得非常非常的美麗 那這個 聽說他們 正妹呢 或美女呢 氾濫成災 那這是一個 一個 我還提到的東西 那再來 我們來看一下 最長舉的 機率的例子 大概就是 紫骰子 機率統計的例子 那紫骰子 真的 應該大家都看過骰子 不過骰子 其實有很多種 像最近我們玩那個大富翁 就有20點的骰子 20點 一顆就有20點 那當然 我們講的一般來講是這個 六面的 六面的骰子 而且通常 我們講的是沒有冠牽的骰子 對不對 沒有冠牽的六面骰子 那照理講 這樣的情況 其實還是會有點 機率差異對不對 你有沒有想過骰子上面 是一點 跟骰子上面是六點的那一面 真的一點的那一面 跟六點的那一面 機率都是六分之一嗎 照理講 稍微刻了一下 重量應該不太一樣 對不對 所以機率可能 不見得真的是六分之一 但是理想上 我們都會認為說 骰子 那就是六分之一啊 對不對 那 因為那個 那個點很小嘛 所以重量 基本上我們不太會去計算 好 那所以骰子 我們就會說 OK 它的樣本空間就是 一點、兩點、三點、四點、五點、六點 那我可以剪寫 就寫一、二、三、四、五、六就好 那如果今天要出現一個三點的樣本 那它機會是多少呢 以一個公平的骰子 公平的骰子 沒有做假的 公平的骰子 而且很平均 每一面都很平均的骰子 那我們會說 那三點發生的機率應該是六分之一 OK 那如果今天給一個事件 說 那如果事件A代表是三岸五出現的 這個事件 三或五 出現三或五 那這樣這個事件發生的機率應該說 應該是六分之二嘛 如果是公平的骰子 那有沒有那個賭神的那種 然後呢 骰子碎掉了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 就不知道該怎麼給機率 六分之一 好 那 再問一個問題 那基數點的骰子出現 機率應該是多少 應該二分之一嘛 對不對 一三五 那偶數點應該也是二分之一 百分之六 那一三六呢 一三六出現的機率 應該是二分之一 應該也是二分之一 好 那一點五勒 一點五出現的機率 應該沒有把你 不可能骰子骰下去一點五 一點五點 那有啦 讀神可能可以做得到 我們可能做不到 好 好 那骰子其實是一個最常見的 但是其实最简单的不是骰子 最简单的是你拿铜板出来丢 不见得每个人身上都随时带着骰子 除非你是职业的 不然的话通常都是铜板 铜板拿出来丢 铜板通常就只有正面板面 但是在电影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 铜板一丢就站直了 假设这种状况不存在 这种状况假设不存在的话 正面和反面呢 照理讲应该是正面二分之一 反面二分之一 所以事件就是正面反面 某事件发生的几率是多少 如果今天事件是正反的话 那它发生的几率该多少 这个事件 因为正面二分之一 反面二分之一 但是我们的事件是正反 这个集合 那它就是一 就是因为正的二分之一 反的二分之一 我正的也算 反的也算 所以这样就是一 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就一了 所以就像刚刚我们讲的骰子一样 请问 呃 直骰子的时候 呃 事件 A等V 1到6点 的机会是多少 1 1嘛 OK 所以不要被他骗的人 觉得机率是1很奇怪 因为它 它的那个事件本身就是样本空间 事件本身就是样本空间 那机率当然就是1 好 那再来看 大部分的情况 我们常常不见得只会丢一个头发 有时候我们会丢两个 像 呃 玩大部分的时候就丢两颗骰子 对 那 这个丢两颗骰子 它丢两个铜板 你丢两个铜板而言的话 它的样本空间 就不再是正按板 这样 它会有 好几种组合 正正正板 反正 反板 这种组合是说 欸 我 这 两颗骰子不区分的 就是两颗骰子有区分 有编1号骰子跟2号骰子的情况之下 就会是样本空间这样 如果两颗骰子不区分呢 两颗骰子不区分 基本上你就可以把它分成说 到底有几个正分 那就零个正 一个正 两个正 没有了 好 所以 呃 样本空间跟你的问题 啊 是有关的 好 那这边 它的 样本 如果正正的机会 会是多少呢 如果是公平的同板 啊 样本正正的机会 应该是四分之一 对 好 那这种 呃 事件 事件A等于正板和板正 它的机会应该是多少 因为每一个都是四分之一嘛 所以正板加板正 它就四分之二 好 四分之一加四分之一 这是四分之二 好 那这是骰子的例子 好 接下来 有没有人看得懂我写的字 到底是什么 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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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应该是这样写啦 我不知道有没有写错 啊 啊 我不会练啦 说真的我不会练 我只知道 闽南语叫拐龜 对不对 啊 如果你今天去拐龜 欸 这时候你觉得正面应该是 几率多少 反面应该几率是多少 有没有人没有拐龜过的 如果是信耶稣的应该比较没有拐龜过 那如果是信传统宗教的应该 有些爸妈会带你去拐龜 对不对 像我小时候 我爸 我妈妈就很喜欢带我去拐龜 那还去算命 然后 还因为我们家住在庙口 我们家住在庙口 所以 逢年过节啊 什么的 一年要拜很多次 所以常常会去庙里 烧香啊 拐龜啊 都有抽签 好 那如果拐龜呢 欸 这里就来了 各位知道拐龜通常不会只拐一个 对 通常是拐两个嘛 对 那什么叫做五龜啊 对 那什么叫做五龜啊 两个都是反 正反是怎样定理的 正反就是一个 两个不一样面就是正反 不是正面跟反面是 正面跟反面是 正面跟反面随便你选一个啦 就是说 你就选说平的那面是正面 那凸的那面就是反面 好吧 随便选一个 那这样子的话 什么叫五龜啊 扣除正反以外都是 扣除正反都是五龜 扣除正反都是五龜 扣除正反对吗 欸不对吧 法龜扣除正反都是五龜吗 不是 法龜不是一正一反才叫五龜吗 什么意思 坐好 催鬼吧 frequently 1个 两个都反修龜 修龜就是五龜嘛 对不对 还有靠龜嘛 修龜跟靠龜 一个是两个都是正 一个是两个都是反 对不对 一正一反就是五龜了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显然很少去庙里了 但是我的 Ariana urgency 有人偿趣 所以我的印象是這樣 不知道有沒有講錯 因為我小時候寡規的時候都是這樣做的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各地的不同風俗 我也不知道 但是這裡問題就來了 我們知道說寡規如果正正 那就是就說秀規 反反可以說套規 那請問正正的機率是多少 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我現在改問 我現在改問一個問題好了 如果我們只寡一個 寡規裡面的一個不是兩個一起寡 只寡一個 請問是機率是多少 你們確定四分之一嗎 大家這麼有信心 覺得那個不平整的東西 兩面長的不一樣的東西 它寡出來的機會 會是二分之一嗎 你會立中間嗎 三分之一 立起來了 誰看過他立起來 可是大家都這麼有信心 舉個例子好了 如果我們今天這個很像規 對不對 你滑鼠拐下去之後 它正面反面的機率 你覺得它是一樣的嗎 甩一圈子在哪裡 立起來也不錯啊 那再舉個例子好了 馬上做一件事 這個是我的鞋嘛 對不對 好 那你覺得它正面反面的機率 會是一樣的嗎 一樣 你覺得正面比較高 還是反面比較高啊 我覺得正面這樣鞋底朝下 比較高對不對 而且我的鞋底真的很重 所以照理講 他鞋底朝下的機會比較高 欸真的沒有 所以我認為 會有一些景象啦 就是你可以試試看 到底怎麼樣 可是滑鼠我真的不相信 不相信它是二分之一啊 因為一個是凸的 一個是平的 感覺就不對稱 怎麼會是二分之一呢 那這時候你要怎麼辦 我既然不知道 我怎麼樣確定它的機率 做一百遍對不對 做一萬遍 做一萬遍很好 做一遍 做一遍對 那為什麼做越多遍 好像感覺越好的樣子 為什麼不能只做兩遍 OK 多數覺有統計和機率上的意義嗎 有耶 根據大數法則和中央極限定理 他告訴我們 多數覺真的有統計上的意義 而且數量越多的話越準 好 所以呢 法規我真的不知道正版機率是多少 所以正正的機率我當然也不知道啊 正反反正五歸的機率 五歸的機率 我倒覺得比較容易猜 感覺應該要四二分之一 就是正反加反正 是嗎 假如他不對稱好了 假如他不對稱 一個是三分之二 另外一個是三分之一 那正反的機率是多少 算一下 三分之二乘以三分之一 加上三分之一乘以三分之二 對不對 那就是六分之二加六分之二 欸六分之四耶 對啊 六分之一 算一下六分之二 六分之四耶 所以不對稱齁 真的不對稱 五分之二 欸不對啊 算一下 來 五分之四 我覺得 我覺得非常很好 如果P of正 等於三分之二 P of反 等於三分之一 那P of正反 是多少 就等於P of正 假如兩個數不關的 那P of反 那就等於三之二 等於 喔 不是六 是九 難怪我覺得怪怪的 比數是九 所以是九分之四 所以五分之四 變成九分之四喔 如果他不對稱 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話 五歸的機率 反而九分之四 五歸的機率 反而九分之五 這是有點 難有去的地方 所以 不是二分之一 我猜錯 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這裡這裡其實有一點 沒有剛剛那麼直覺 那麼簡單 比較難一點點 所以 如果是一個不對稱的歸 那 他其實機率 不會是二分之一喔 是 我歸和我歸的機率 不會是二分之一啦 好 那接下來呢 痾 你就可以猜啊 到底 正是多少 反是多少 如果 把正和反的機率給你 就可以算了 照我們剛剛那樣算 對 好 那如果我們只把一個歸呢 那正的機率 是多少 其實我們不知道 因為不對稱 那我要怎麼樣知道 正的機率是多少呢 我先 一個辦法是 我先抽樣 我先抽樣 隨便刮一百次或一千次或一萬次 然後呢 刮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知道說 OK 那假設我刮了一千次 總共有五百五十次是正面 有四百五十次是反面 那我應該怎麼認為呢 怎麼樣認為怎麼樣猜 比較好 那這個我們一千次裡面五百五十次是正面 所以我們就可以算出一個敘述統計量 這個敘述統計量呢 那就是正面 就是 正面的期望值 是零點五五 正面的期望值是零點五五 然後呢 或平均值是零點五五 那推論 我們就可以來推論說 OK 那母體參數應該是多少 那我們最簡單的推論就是 既然一千次有五百五十次是正面的話 那我們就推論 母體參數的正面就是零點五五 就零點五五 也就是說正面的幾率是零點五五 然後呢 我們就認為母體 是一個正面零點五五 反面零點四五的母體 那這個是根據剛剛的寡規的方式來推論 所以這時候你就得要 做抽樣 連續拔一千次 看看有幾個正面 假如有五百五十個正面 那我們就可以猜測 猜測正面的幾率是零點五五 那問題是這樣猜有多準 這樣猜有多準 各位現在還沒學機率統計 一定沒辦法知道 但是呢 如果你學過之後 我們還真的可以知道 這樣猜到底有多準 我沒聽清楚 有人貼瓦輝的在社長上 有人貼瓦輝的在社長上 神啊請給我一個聖杯 好不錯 他把我們要的東西拿出來了 這個杯真的拿出來看 好 那確實啊 他不是 不是對稱的 兩個喝起來比較對稱 也不太對稱 好 好 那這個是不太規 什麼叫做不規不規呢 真真真反應OK 工具 還有工具 他還研究了跟地板的材質有關是不是 好 所以他還真的做了統計 還畫出這個統計圖 出現次數跟丟值次數 所以乘一條線性關係 那這代表他還滿 機率還滿穩定的 乘一條線性關係 正面反面比率是52.9比47.1 所以我覺得他有道理喔 因為他讀的畫出來 但是他的次數不是很多 次數只有300次而已 其實可以再多一點 不過這樣滑回手會很摔 所以能夠做到300次也不容易 那你就可以看到OK 兩個正面一正一反的機會呢 兩個正面跟一正一反 跟兩個反面的比例 是29.3比47.6比23.1 這是他做出來 所以不是 不是50%對不對 如果一正一反 正反機率一樣的話 應該是50% 但是他做出來不是50% 所以呢 他可以看到OK 常年累月的使用 所以跟規也會有關係 有些不會是尖尖的 有些不會是圓圓的 這個腳可能不太一樣 可能也會影響他的 他的那個機率 而且呢 當你越丟越丟 他越磨越圓 機率也會改變 所以現實世界是比較複雜的 OK不好做了很詳細的實驗 非常好的中小學科長 機率統計 就這樣放進去 OK 所以寡規的外型 對正反面機率還是會有影響 正常的 新的 應該是新的吧 然後 磨內虎角 就是內虎角被磨平的感覺 磨外虎角 那會怎麼樣 做了一個很完美的 哇 還有物理學 你看 他連 會怎麼混動 他的物理 的 那種 方式 感覺都已經 講出來 所以這一個科長 果然是不同反響 比我們 比我們 比我們完全沒做過實驗的人 好多的 所以不管是 龜的外型和寡的方式 對寡龜的結果影響都很有限 最多影響機率百分之十 那也就不少了 影響到機率百分之十 就已經有電 骰子貫籤的感覺 這是台中縣 第四十二屆烏日國小科展 還有新品國小的科展 這是參討 他們是參討 所以 這一個不是 這個是哪一個國小 台中縣 四十七屆科展 咦 沒寫是誰 高小肚 那就是高年級 那這個 我兒子大概可以用四年級 OK 那 回到我們這邊 所以 剛剛我們看到 他的那個科展的那個論文 也是在做 這種事情 抽樣 統計 去看看說 OK 那 寡規的正面機率 反面機率 所以呢 這裡我們就有一個 越來越數學的東西出來 一個叫做不偏估計式的 什麼叫不偏估計式呢 就是 對於某個 這個 計算式 這個 這個計算式 所以 某個 計算式 Hat Theta Hat Theta 就代表說 這個Theta的一個估計式 Hat Theta Hat Theta呢 它 如果期望值 會等於Theta的話 那我們就稱這個 Hat Theta為Theta的一個 不偏估計式 這是不偏估計式的 定義 各位上課 我的維基分 應該很清楚 定義 跟定理 有印象嗎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在解釋這件事 對不對 定義 跟定理不一樣 定義不用證明 因為它就是說 我現在 我現在定義這個名詞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它不用證明的 但是呢 定理 就要證明的 因為它要從公理出發 開始一步一步證明 才得到定理 那 負偏估計式 既然是個定義 就不需要證明 那再來呢 你就可以用估計的方式 那估計的方式 有一些不同的 衡量方式 一種叫做點估計 點估計就是說 我想估計到底 它的精確值是在哪裡 譬如說 正面的機率是多少呢 如果我們 骰了1000次之後 發現有550次正面 那我們就認為說 那 我估計 正面的機率是0.55 這一次呢 點估計 通常都不會準 哪有那麼剛好 就剛好0.55 母體 你要測得那麼準 而且時數是無限多的 就算0到1之間的時數也是無限多 你怎麼猜都不可能準 所以呢 就有一種比較稍微更 機率大一點的方式 叫做區間估計 我不是估計一個點 我是估計說 這個數值 落在一個區間裡面的機會 是多少 這就稱為區間估計 那我們去找到一個區間 讓這個目標點呢 落在區間之外的機率 夠小 夠小 假設這個機率是R把 那如果R把很小 那我們大概就可以 有蠻有把握說 OK 那它應該會落在區間裡面 那這個R把 如果是0.05 也就是5% 那也就是說 落在區間外的機率是5% 那落在區間內的機率 不就是95%嗎 如果我們找到一個區間 可以讓它這個目標點 落在區間內的機率是95%的話 那我們就稱這個區間 叫做95%的性態區間 性態區間 這個名詞跑出來 性態區間 各位可能會覺得 我現在講的東西呢 好像沒什麼 但是 基本上我們已經把 這一門課 已經講到超過一半 的範圍已經講到超過一半 所以各位可能會覺得沒什麼 好像很簡單的感覺 因為我用很簡單的講法講 不代表它真的就會很簡單 所以我們得到一個東西 如果你可以讓它 若目標點 若在這個區間內的機率是95% 那我們就稱為它是一個95%的性態區間 那所以你也可以說98% 99.8%的性態區間 也可以這樣子 那但是95%最常用 因為大家習慣了 就是覺得能夠95%就已經算很好了 好 所以如果估計是θ 如果估計是θ 這個估計是θ的 100乘以1-α% 進來區間C的範圍 那也就是說 θ落在這個範圍裡面的機率 是100乘以1-α% 那區間估計的特性 如果樣本數越多 信賴區間其實就不用那麼大 也就是說你用同樣大小的區間呢 其實樣本數越多的時候 你可以達到更高的信賴程度 舉個例子 如果你用10個樣本 那可能你要達到95%的信賴區間呢 那區間要很大 那如果你用100個樣本 你只要用比較小的區間 就可以達到同樣的95%的信賴程度 如果反過來呢 我們固定區間 那你用10個樣本 那他的信賴程度就很低 如果你用100個樣本 那他信賴程度就會很高 那這種這個 這個原理喔 如果比較統真的話 稱為大幅法則 數量越大就會越準 那如果我們要做一個比較精確的區間估計 我們就必須要有一些機率統計的 統計學原理 那我們所依靠的這個統計學原理 這學期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定理 本學期如果你不會這個定理 那就代表你這一門課白散 那這個本學期最重要的一個定理叫做中央極限定理 那中央極限定理講了一句話 就是樣本平均數 所以我這裡其實寫的不好 那我這個運算是寫錯的 應該是S bar S bar上面一痕 S bar叫做樣本平均數 它會趨近於常態分布 中央極限定理就講這件事了 而且它會告訴你說你的常態分布的參數是多少 OK 這是中央極限定理的意義 簡略描述 不能說意義 粗略描述 因為我們要證明它的 而且我們要了解到底什麼算是 它會有這種特性 那參數大概是多少 那有了中央極限定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做很精準的區間估計 也可以做檢定 OK 那也會有誤差的啦 不是完全100%精準 只是說 當你取的樣本數越多的話 它就會越接近常態分布 所以就會越準 那一般來講呢 我們只要取到20個樣本以上 中央極限定理通常不可以用 它就會低近常態分布 所以有了剛剛的區間估計 有了中央極限定理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做一件事情 叫做檢定 什麼叫檢定呢 就是我們有個假設 某個假設 這個假設叫H1 H1 那我們檢定的方法就是 看看相反的假設H0 是不是不太可能發生 那H1呢 就會稱為我們的研究假設 叫Research Hyphasis 或者是對立假設 Tenetic Hyphasis 這裡字打做 ALTRN NTIV 沒有去 那 研究假設或對立假設 是我們想要證明的 但是我們證明的方法是 看看它的相反 是不是不太可能發生 是不是不太可能發生 這有點奇怪 可是統計 機率統計上面我們還是這樣做 那這個 是不是不太可能發生的這個H0 我們就稱為虛無假設 Nual Hyphasis 這個字各位應該認識的 如果各位不認識這個字 那你C語言應該就沒學好 會吧 Nual 會是嗎 C語言裡面我們一直要用Nual 對不對 你通常會自己給放一個Nual 然後 有時候呢 就用綠色的Nual Nual Hyphasis 就是 Nual其實就是 無 沒有東西的意思 所以你C語言說 如果S等於等於Nual 那個東西就是說 S是不是沒有值 或 特別在指標上面 指標上面 如果S是個指標 如果S等於Nual 就代表 S是沒有值 那以C的實作方式 S如果是0 就是Nual 那個指標如果是0 就是Nual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當我們做檢定的時候 做這樣的檢定 我們要檢驗 H1 是否可能發生 H0 是不是不太可能發生 那 檢定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會 有正確的抉擇 也有可能有錯誤的抉擇 那 正確的抉擇呢 就是 來看一下 先看 這一個 如果 如果 H0 是真的 真實的情況 我們 假設 已經有答案 那個答案是 知道 H0是真的 然後呢 我們 卻把它拒絕了 卻把H0 給拒絕了 這樣 我們就做錯決定 對不對 做錯決定 這種叫做 Time 1 error 第一型錯誤 假設它的機會是阿反 那如果 H1 才是真的 那我們拒絕了 H0 那 這是正確的決定 因為 H1是真的 代表H0是假的 所以我們拒絕H0 是對的 OK 所以這是正確的抉擇 那 如果 H0是真的 我們 沒有拒絕 H0 沒有拒絕 H0 那 這樣也是正確的 因為H0是真的 所以我們沒有拒絕它 所以我們做了正確的決定 如果 H1是真的 但是呢 我們 沒有拒絕H0 沒有拒絕H0 沒有拒絕H0的話 那就代表接受H0 H1是真的 我還接受H0 那就錯了 所以 就是行惡錯誤 那 各位 想要休息的 可以先休息一下 我把這一個 投影片講完 再下課 快晚 好 那我們 檢定的對象呢 那個 所謂的H0 有時候 是在 假設說 平均值落在某個範圍 這就是某個H1 有 平均值落在某個範圍 那就是 有可能是H0 有可能是H1 看你到底想檢定什麼 好 那 如果你想檢定 平均值落在某個範圍裡面 是真的嗎 那 這個 這個 平均值的範圍 你定出來之後 它就是一個 一個H1 那我們 所做的檢定就是 H0 就反過來 就是 平均值落在那個範圍以外 就是H0 好 那 方差 方差在 在台灣 通常叫做變異數 變異數 變異數 那在大陸叫方差 但是我覺得 講變異數好奇怪 變異數感覺好像是某種 生物上的物變 然後會 會產生怪物的那種東西 所以呢 我覺得 用變異數來 描述紀律能力不是很好 所以我在這門課裡面 我都會用方差 我覺得方差比較精準的描述 那個意義 而不是變異數 但是我們這邊的翻譯有時候 很多Case也比大陸還會多 但是在某些Case上面 我覺得他們的比較好 就是說 物件導向 物件導向 我覺得我們就翻得不錯 upjet or int 但是呢 大陸的翻譯是 面向目標 然後就覺得 這個面向目標好像有點誤解 就是你很容易誤解到某個地方去 反過來在方差上面 我覺得他們翻譯得很好 我們的變異數翻譯得很爛 那比例 某個比例P的檢定 其實這個比例也是一種平均值 只不過他是0101而已 0101最後1 1出現的次數 所以平均值 那中位數 當有些東西 你算出來的值 可能你沒有辦法確定 他的分布啊 之類的那種東西的時候 所以退而求其是用中位數 來做檢定 那這種檢定方式 就稱為五母數檢定 沒有母體參數的檢定 好 那檢定的範例 例如說我們想檢定法規 就剛剛那個 國小學生做的那個 就是在這次見識 那到底正面是不是0.5 那如果H1是正面不是0.5的話 那H0就是正面是0.5 如果H1是正面是0.5 那H0就是正面不是0.5 就是做這樣的檢定 那檢定的結果呢 如果真正的答案正面是0.5 但是卻被我們在檢定裡面拒絕了 那這個就犯了行一的錯誤 如果是0.5 但是我們無法拒絕 無法拒絕 那這就是正確的決定 那如果不是0.5 但是我們卻拒絕了H1 這就犯了行二錯誤 那這就是正確的決定 如果不是0.5 我們卻接受了H0 這就犯了行二錯誤 那這大概是我們這學期一定會交到的部分 至少會交到信賴時間到檢定的部分 檢定一定會交完 那接下來呢就是看我們的速度可以到哪裡 然後再決定要交多少的高等主題 那這些高等主題就有像 違規分析 方差分析 組成分分析 因子實驗 數據分類 甚至 data mining 資料 資料就是變成機器學習的那個領域 那這也是在資訊領域 學機率統計最大的一個應用領域就是機器學習 讓電腦自動學會一些東西 叫機器學習 那這個是電腦裡面算是很大的一個領域 是人工智慧的主要領域 那大概我們這學期所有的主題就會是這樣 那我們教的課程內容大概已經說明完自己了 而且我們這學期會用R軟體來上課 裡面會有程式 但是這個程式各位不用害怕 R軟體很親切 不會像私語言那樣 要你寫個一千行才可以畫出一個圖 用個兩行就可以畫出很棒的圖 那這是我們的第一行針對機率統計的課 那我們先上到這邊休息一下 休息一個十分鐘 加油 揮け枝